大家好,这里是佛之缘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信不信由你,今天,明天,后天,这六,各生肖能中头奖,尤其是第一名,一定要去买,一起来听。 因为购买彩券是个人的兴趣,也是为社会做功德,当然也是以小博大的致富手段,从生肖命理的角度看,有六,各生肖的朋友,今天,明天,后天,财运特别旺盛,一生中一次,彩票大奖的几率很高,喜欢买彩票的生肖注意了,这六,各生肖近期真能中头奖, 尤其是第一名,一定要买,第六名,生肖猪之人,今天明天后天命工,得到太白月得吉星半身,受此好运,蜀猪的朋友运逢鹿和,龙凤吉祥,又有天地和财之相,工作与爱情上,多有收益的好兆头,在今天,明天,后天,蜀猪朋友遇上财神降临, 命工财气大旺,横财降临,蜀猪朋友立刻请财神到家,明天开始财心高照,蜀猪人命工转向大吉祥方向,财运工望运,满身财气拼财上可能大有收获,工作事业上,也会获升职加薪的机会,可要好好把握, 从整体来说,财库声势大,富贵满面,第五名,生肖兔金钱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而生肖兔在今天,明天,后天,将会迎来一笔财务上的好运,也许你会收到一笔,意想不到的奖金,或者有意向你提供 一笔,高薪工作的机会,无论是怎样的财务好消息,这将为你的经济状况,带来积极影响,让你的生活更加稳定和舒适,与此同时,职场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生肖兔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工作,将会得到公认和回报,也许你将被提升到更高的职位,或者有机会参与一项,被受关注的专案,这些机遇将为你的事业,带来积极的发展,并增加你,在工作场所的声望和地位,不仅仅是在职业生涯中,今天,明天,后天, 还会给你的家庭带来喜讯,也许是一个,新的家庭成员的到来,让你的家庭,更加充满温馨和快乐,或者是你,与家人之间的关系更趋和谐, 亲情更加深厚,无论是什么样的喜事,它将为你的家庭带来幸福和团结,让你与所爱的人更加亲密和快乐,在人际关系上, 你也将迎来一些积极变化,或许你将结识一个,有趣而友善的新朋友,或者你与老友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 不论是工作伙伴,还是社交圈子中的人,他们将以善良和真诚的态度,出现在你的生活中,给予你宝贵的帮助和支持, 总之,属兔人今天,明天,后天两天,财气亦飞冲天,天降财神,横财接二连三,能够遇难成祥,打击大力, 第四名,生肖鼠鼠的朋友,运逢即兴,明天开始,鼠鼠朋友遇上财神降临,命功财气大旺,横财降临鼠朋友,立刻请财神到家, 生肖鼠今天明天后天,得到福星照耀,多福多力,财运上将有所好的转机, 跑开低迷的运程,即兴鼠的与祥云相伴,鼠人财气临身,好运引领未前,烦的事都得到解决,财多生转机,投资获利有价,因财库进账, 鼠鼠的朋友,人员向来都是极佳的,与家人的感情也很好,多与家人联络感情,会更带来好运,财运亨通, 第三名,生肖羊,今天明天后天有好事发生,请注意查收,生肖羊的朋友们可喜可贺了, 恭喜你们有好运降临,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会有好事发生, 以及应该如何做,才能抓住这次机会,古人云,日有所思,夜有所念,生肖羊的运势,之所以如此大好, 源于你们,一直以来的努力和坚持,龙年的到来为你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好运,这是源于你们的, 坚韧不拔和勤奋努力,今年也是财源滚滚,事业蒸蒸日上,桃花盛开之年,感情美满,事业顺风, 生肖羊的朋友们,运气是可以招来的,只要你们保持住,自己的努力和坚守,好事自然会连连降临, 然而好运降临并非盲目等待,更需要我们积极地行动, 生肖羊的朋友们,要抓住好运,就要时刻保持住一颗,感恩和豁达的心, 对每一件好事大或小,都要心存感激,此外,保持住自信和乐观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 好运绕住自信的人转,积极向上的人,更容易获得好运,因此,抓住好运,迎接幸福的关键在于你自己, 生肖羊家庭里,即将迎来一段幸福时光,家人之间的感情会更加融洽, 温馨的家庭氛围,将会带来更多的幸福感,生肖羊的朋友们, 要多花时间陪伴家人,关心家人的生活和情感需求, 这样才能让家庭中的幸福感更加浓厚,同时包容和理解, 也是维系家庭幸福的秘诀,多一份忍让,少一份争吵,家庭才会更加和谐幸福。 总结来说,生肖羊今天,明天,后天,福运降临,横财不断, 以来福,而来贵,钱财不缺,金玉满堂,顺心如意, 对待好运时要保持,谦虚和感恩的态度,祝你们好运。 生肖羊的朋友第二名,生肖鼠蛇人生肖蛇的朋友们, 天生具有领导气质,他们眼光长远,不甘平庸, 会努力增强实力,抓住一切,可以壮大自己的机会, 注定不会让人小觑,明天开始,他们的运势如虹, 事业上蒸蒸日上,财运方面收获丰厚, 在这个时间段里,生肖蛇的朋友们, 容易得到上级的信任,权力范围扩大,事业有成, 同时他们的财运也十分旺盛,投资理财获利颇丰, 适合开展新的专案。 在财运方面,生肖蛇的朋友们财运亨通, 有望收获意外之财。 生肖蛇,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你们的运势,在今天、明天、后天, 将会发生惊人的提升。 属蛇的人在今天、明天、后天的时候, 运势将会迎来一次大翻转, 他们将会迎来好运势, 主要是因为命理之中的财气, 得到积累和提升。 今天、明天、后天, 属蛇的人将会在财运上, 获得更多的机会。 属蛇的人在今天、明天、后天的时候, 将会遇到很多发财的机会。 你们将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好事, 让你们的生活充满乐趣和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在今天、明天、后天, 将会得到天玺和天台的庇佑。 这是两颗非常强大的吉星, 让你们的运势飙升, 财运滚滚来, 事业有成, 人缘火爆, 桃花运旺盛, 这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大运。 如果你们能抓住这个机会, 那么你们的人生将会变得更加精彩。 你们将会收获你们想要的一切。 不要轻信别人的话, 也不要轻易发表自己的意见, 保持中立才能避免麻烦。 总之,属蛇的朋友, 你们在今天、明天、 后天的运势是非常好的。 只要你们能把握机会, 积极进去, 不怕困难, 不惹是非, 那么你们将会拥有一个, 快乐美好的今天。 明天后天祝你们好运。 第一名, 生肖虎。 属虎的人今天明天后天起, 你们的财运, 将会迎来一个新的高峰期。 属虎的朋友在今天明天, 后天的偏财运特别旺, 中奖几率大幅提升。 这段时间里, 你们将会有机会, 赚取更多的金钱。 同时也会有很好的机会, 将之前所赚取的钱财翻倍。 这是因为你们, 将会遇到一些好的机会。 比如说新的投资专案, 或者是有好的, 收入前景的工作机会等等。 不过要注意的是, 投资是有风险的。 不要轻易冒险, 在做好风险评估, 和财务规划之后再去投资。 此外还要注意理财问题, 合理分配钱财。 只要能够保持稳健的投资态度, 和谨慎的理财习惯, 相信你们必定能够过上好日子。 属虎的朋友, 今天, 明天, 后天, 将把擅长把握机会的专长, 发挥到极致, 有望赢得财神庇护, 事业水涨船高, 就连买彩券中大奖的几率, 将暴增不少。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 阿南德突爆惊人喜讯。 十二, 生肖好命排行榜。 你是什么生肖就是什么命, 前三名都是富贵命中的人上人, 你绝对想不到。 一起来, 听人们常说, 命运是谁都无法改变的东西。 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十二生肖被视为一种, 与人命运相关的符号, 属牛、虎、兔、龙、蛇、 马、羊、猴、鸡、狗、猪。 这十二生肖我们自小, 九辈的滚瓜烂熟。 它是我国特有的优秀文化, 是古人智慧的结晶。 从一出生, 每个人就与生肖, 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生肖会伴随住人的一生, 并且影响人的一生。 在我国, 感知纪念法自古以来, 一直沿用至今, 与八卦图一样远远流长, 内涵丰富。 其中帝之作为国人属相, 更是与每个人, 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可以说与个人的命运, 福祸、婚姻都息息相关。 不同属相的人, 具有不同的性格, 属相之间并无高下之别, 仅有先后之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属下。 十二, 年轮回一次, 这种智慧被沿用了上千年, 深受人们推崇, 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星座, 但也一定知道自己的生肖。 每个生肖的人, 都有各自的脾气, 性格不同生肖的人, 运输性格也不尽相同。 十二生肖, 十二, 各月份, 十二, 众人生, 十二, 种性格, 你是哪一种呢? 快来对照看一看吧。 第十二, 明鼠鼠,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鼠鼠的你精灵聪慧, 开朗坦率, 你很重感情, 只要是认定的朋友, 都会真心对待, 从来不喜欢和人主动套近乎, 也不是谁都可以, 成为你的朋友, 认识你的人, 觉得你很简单真诚, 而不熟悉你的人, 觉得你很冷淡, 你不喜欢和人解释, 懂你的人自然懂, 在感情上容易迁就对方, 而太迁就容易, 管出不懂珍惜的心, 所以你总是要吃感情的苦, 不过没关系, 你要的从来都不多, 简单的幸福就很满足, 即使生活再难, 也能把日子过成诗。 第十一, 明鼠牛横眉冷对千夫指, 扶手甘围如子牛, 鼠牛的你敦厚坚毅, 深情专一, 你做事他是肯干, 从不投机取巧, 此外, 你是个很练就的人, 对待感情特别的专一, 容易急脾气, 有什么说什么, 藏不住事, 有时候, 会伤害身边最亲近的人, 但是事情过后, 又非常的内疚, 其实你的内心非常的柔软, 只是不好意思讲出口, 都藏在心底, 对感情很专一, 做任何事都有自己的坚持, 假如认定了一件事, 不管别人觉得值不值得, 只想把它做到最好, 非常的有责任心, 第十名属虎龙盘虎, 具帝王周弟子精灵访顾秋, 属虎的你敏捷灵力, 稳重可靠, 虎是山中之王, 所以你具有领袖气质, 你非常有原则, 说话一言九鼎, 绝不更改, 你懂得很多人情世故, 但是最不喜欢趋炎富士, 也不喜欢太圆滑的人, 稳重是你给别人最深的印象, 遇到问题时你也总是很乐观, 总是以最好的精神状态, 去解决问题, 你热情勇敢, 具有很强的冒险精神, 而且你这种精神, 很容易感染身边人, 让氛围变得很活跃, 第九名, 属兔静若厨子, 冻若脱兔, 属兔的你机灵聪颖, 感情细腻, 你给人的感觉就是安静, 但其实只是不属, 总是让人琢磨不透, 有时候也喜欢热闹, 跟一群人聊天说话, 但是更多的时候, 你喜欢一个人待住, 但你心肠善良, 心思细腻, 懂得体谅别人, 你非常会说话, 所以特别受人欢迎, 在与人交际时, 你总是风度翩翩, 是一个非常受别人欣赏的人, 第八名, 属龙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属龙的你目光高远, 在胆识气魄上胜于常人, 你是天之骄子, 所以自带贵气, 你性格直爽, 为人坦诚, 不喜欢搬弄是非, 凡事都希望做到尽善尽美, 你给人的感觉就是精力充沛, 体魄强壮, 你朝气蓬勃的样子, 也经常让身边人感到很舒服, 如果宽厚对待身边人, 余生将会浮运不断, 第七名, 属蛇俭净寒之不肯欺, 寂寞沙周冷, 属蛇的你天生神秘, 气质文雅, 你总是给人一种神秘感, 但其实只是, 喜欢一个人呆住, 做感兴趣的事情, 其实很好相处, 而且你天生聪慧, 遇到事情总会冷静分析, 但有时候也会钻牛角尖, 但是只要有一个人, 耐心地予以开解, 你也就豁然开朗了, 你总是给人的感觉, 很文雅疏离的感觉, 所以你不会, 太主动去结交一个人, 但喜欢你性格的人, 一定会来主动结交你, 第六名, 属马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 属马的你洒脱豪爽, 向往自由, 你给人的感觉是脾气很温和, 很好讲话, 从来不会轻易发火, 但是一旦发起火来, 就是真的生气了, 不爱记仇, 从来也不会在心里盘算谁, 但谁好谁不好心里都知道, 只是不说而已, 很重情义, 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 只要自己能帮忙, 一定不遗余力, 你热爱自由, 向往广阔无垠的天地, 而且你很有才华, 纵然现在没人发现你的好, 终有一天, 你会遇到自己的伯乐, 第五名, 属羊, 暗淡青黄体, 性柔情书记原址相留, 属羊的你心地善良, 温柔体贴, 在众多的属相中, 你是最负温情的, 脾气比较好, 不爱生气, 也不喜欢计较, 所以总是容易交到很多朋友, 心地比较善良, 很简单, 一点小事就能, 开心半天不计事, 所以容易感觉到快乐, 但是也容易, 让人觉得没心没肺的, 很希望能被保护, 但常常是一个人, 纳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大家好, 这里是佛之缘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三天后有横财, 这六大生肖迎来大运, 不接就没了, 想象没有人想要受穷, 过穷苦日子, 大家都想发横财, 过富贵生活, 但是如果运势不够好的话, 可能不管自己怎么努力, 最终也是无济于事, 而这几大生肖, 在三天之后, 便会迎来一场横财大运, 到时候这些大生肖, 一定要来接财运, 接横财, 生肖狗, 生肖狗的人, 也不算是什么好命的属相, 而在今年里生肖狗的人, 运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生活中, 基本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 而在三天过后生肖狗的人, 更是有大运缠身, 让生肖狗的人在三天之后, 得横财, 想富贵, 喜事连连, 好事多多, 结财了, 生肖狗, 生肖狗的人, 今年因为受到霉运的影响, 导致生肖狗的人, 在今年的运势不佳, 不但发财的机会, 少了很多, 甚至可能会遇到, 很多挫折和意外, 不过在三天过后, 生肖狗的人, 因为有厚土之力加深, 让生肖狗的人走横财大运, 所以生肖狗的人一定要把握, 机会皆横财, 皆富贵, 生肖狗, 生肖狗的人, 是一个运势很不错的属相, 今年又是生肖狗的人, 三合太岁的一年, 所以在这一年里, 生肖狗会遇到不少惊喜, 三天过后, 生肖狗的荧幕生发之力相助, 财运亨通, 有横财之运来袭, 若能把握机会生肖狗, 便可一生富贵, 所以生肖狗要来接财, 接运, 生肖狗, 生肖狗的人早年家境不济, 过住很苦的日子, 但是其吃苦精神很强, 能够在职场上努力拼搏, 即便白手也能够起家, 起早贪黑地工作, 迟早会树立起家业, 他们自主精神强, 也能够积极帮扶有困难的人, 人员不错, 这个月份身边的财运很好, 有望顺利得到贵人的帮助, 事业上一路走红, 财富如云, 日静斗金, 生肖牛, 生肖牛的人, 虽然不是什么大气运的属相, 但是生肖牛的人却很刻苦, 做事情也很努力, 如此一来, 即使生肖牛的气运不佳, 生活中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不过生肖牛的人想要, 过上大富大贵的好日子, 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而在三天之后, 生肖牛喜盈横财之运, 让生肖牛的人, 在三天后有大喜, 大福, 大横财, 劫财了, 生肖鸡, 生肖鸡的朋友, 性格倔强, 做事努力, 未来三天之后, 好运惹不起, 发横财重大奖, 富贵享不尽, 出那关有鸿喜, 陆勋极心庇佑, 受此好运影响, 有望告别去年, 运势不乐观的状况, 信心十足, 接二连三发横财, 接喜又接财, 相信有付出就有收获, 经过自己的努力, 日后将挥手告别苦日子, 走向崭新的人生, 愿你心情愉快, 精神焕发, 身体强健, 雄资英发, 事业有诚意气风发, 宏运当头, 一触即发, 财源滚滚富贵大发, 今天开始我发简讯, 给你发大财, 祝你一路发发发, 金满箱银满箱任你挑来任你扛, 红钞票绿钞票任你拽来任你抱, 聚宝盆摇钱树任你端来任你舞, 两钻十元珍珠任你带来任你孤, 今天起我要发愿你踏上发财路, 招财尽财每一天, 增财添财每一步, 财运不可足好运挡不住, 幸福快乐不胜数, 万事顺兴, 事事顺利, 财运亨通, 事业无阻, 小人远离, 逢凶化吉,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诸侯狗要发了, 大喜特喜, 快接福接运彩, 人的一生, 就是在怀住激情生活, 同时以理智自律, 胜败不在一时, 得失不在一世, 一时之得失要服从一世, 一世之得失要服从全域, 个人之得失要服从集体, 生肖猪, 蜀猪人由于命宫中急心高照, 2024年的运势器由坏转好, 积累已久的霉运一网打尽, 有必要好好把握, 这可贵的好机遇, 工作上的困阻也渐渐消除, 并且急心显现, 万事大顺, 在这段期间最重要的, 是凡事有必要亲力亲为, 自求多福, 多劳多得, 切勿依托他人, 以免日后将会被人, 暗中夺取成果, 生肖猴, 蜀猴人在进入2024年之后, 逢天贵三核心加持财库, 日住至上有财心, 所以事业能和财运两相合, 属猴人在进入2024年之后, 逢天贵三核心加持财库, 日住至上有财心, 所以事业能和财运两相合, 红福不断, 财源滚滚, 职位升迁之后, 很快就会有, 升官发财的喜事闻听在耳, 蜀猴人的运势为, 此身六合格局, 所以天时地利与人和皆注定, 带来贵运连连, 生财有道, 可以留意身边的蜀鼠朋友, 其中必有贵人, 发一笔横财就是水到渠成, 赚到了钱财不可轻易浪费, 更大的好运必将分支踏来, 生肖狗, 未来三十年属狗人, 将逢贵人相助, 无论是事业场, 还是生意场都如暮春风, 横财遍地, 加上属狗人在工作上, 是社交高手, 有助超强的社交能力, 自己身边也有一堆, 支持自己的朋友, 这个时候不仅能激发他们的善缘, 不仅不漏财, 还能生财遍地, 你属狗人, 从明天起就会时来运转, 多财多福, 过上幸福的小日子, 人生总有许多憾事, 世间万物没有十分完美的, 因此不必, 为生活中的遗憾而遗憾, 永远留住一份宁静给心灵, 留住一份从容给脚步, 永远留住一份信念给生活, 留住一份热情给追求, 永远留住一份希望给明天, 留住一份无悔给人生,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命里有靠山的三个生肖, 一生总有贵人相助, 做什么都亦成功, 生肖文化, 作为我们独特的传统符号, 自古以来, 便与人们的命运紧密相连, 十二生肖, 不仅代表了时间的流转, 更蕴含住深刻的哲学思想, 和人生智慧, 每个生肖都有其独特的性格特征, 和运势走向, 而在这其中, 有三个生肖因其独特的魅力, 被认为是命里有靠山的幸运儿, 一生总有贵人相助, 那么, 这三个生肖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又为何能吸引众多贵人的目光呢? 接下来, 让我们一同揭开这神秘的面纱, 生肖文化与人生运势, 远远流长的智慧, 生肖文化远远流长, 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生肖逐渐与人们的日常生活, 性格特征和命运走向紧密相连, 每个生肖都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和寓意, 反映了人们对自然, 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生肖不仅是一个时间标记, 更是一个文化符号, 它承载助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同时也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通过了解生肖与人生运势的联系,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 把握命运, 实现人生价值, 命里有靠山的三大生肖, 虎、狗、兔。 一、生肖虎, 坚韧不拔的王者。 生肖虎的人, 天生具有一种王者气质, 他们行事果断, 勇于担当。 面对困难和挫折, 生肖虎从不退缩, 而是勇往直前, 不断突破自我。 这种坚韧不拔的品格让生肖虎, 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取得胜利, 成为众人眼中的佼佼者。 生肖虎的坚韧和勇气, 也吸引了众多贵人的目光。 他们欣赏生肖虎的果断和担当, 愿意与其合作, 共同开创美好未来。 有了这些贵人的相助。 生肖虎在事业和生活中, 总能化显为夷, 迎来胜利的曙光。 二、生肖虎, 真诚善良的使者。 生肖虎的人天生善良热心, 他们总是乐于助人, 无私奉献。 再生, 生肖虎总是以真诚的态度待人, 用善良的心去感化周围的人。 这种美好的品格让生肖虎, 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和喜爱。 生肖虎的真诚和善良, 也让他们成为了命里有靠山的幸运儿。 他们的人际关系广泛而深厚, 总有贵人愿意伸出援手,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在事业和生活中, 生肖虎总能得到他人的支持和帮助, 顺利实现自己的目标。 生肖虎的坚韧和勇气, 也吸引了众多贵人的目光。 他们欣赏生肖虎的果断和担当, 愿意与其合作, 共同开创美好未来, 有了这些贵人的相助。 生肖虎在事业和生活中, 总能化显为夷, 迎来胜利的曙光。 二、生肖狗, 真诚善良的使者。 生肖狗的人天生善良热心, 他们总是乐于助人, 无私奉献。 在生活中, 生肖狗总是以真诚的态度待人, 用善良的心去感化周围的人。 这种美好的品格让生肖狗, 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和喜爱。 生肖狗的真诚和善良, 也让他们成为了命里有靠山的幸运儿。 他们的人际关系广泛而深厚, 总有贵人愿意伸出援手,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在事业和生肖狗总能得到他人的支持和帮助, 顺利实现自己的目标。 生肖狗的智慧和谦和谦和, 也让他们成为了命里有靠山的幸运儿。 他们的人脉广泛而稳固, 总有贵人愿意为其提供宝贵的建议和支持。 在事业和生活中, 生肖狗总能评级自己的智慧和谦和态度, 化解矛盾, 实现目标, 生肖与性格特征, 贵人相助的奥秘, 生肖与性格特征之间, 存在住密切的联系, 每个生肖都有其, 独特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 而这些特点往往决定了他们, 在人生道路上的运势和贵人运, 例如生肖虎的人坚韧不拔勇于担当, 这种品格让他们, 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 总能保持冷静和坚定, 从而吸引贵人的目光, 而生肖狗的人真诚善良, 乐于助人。 这种品格让他们赢得了 众人的尊重和喜爱, 从而得到贵人的帮助和支持, 生肖兔的人聪明机智, 谦和待人。 这种品格让他们, 在人际交往中, 如鱼得水, 从而结交到众多贵人。 正是这些独特的性格特征, 和行为方式, 让生肖虎、狗、兔, 成为了命里有靠山的幸运儿。 他们不仅在人生道路上, 拥有了更多的机遇和选择, 也能够在困难和挫折面前, 得到贵人的帮助和支持。 生肖智慧与人生启示, 生肖文化作为, 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符号, 不仅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更蕴含了深刻的人生智慧和启示。 通过了解生肖与人生运势, 性格特征的联系,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 把握命运, 实现人生价值。 同时,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生肖文化, 并不是迷信或宿命论的代表, 而是一种对生活, 对人性的深入洞察和理解。 我们应该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生肖文化, 从中汲取智慧、启示和力量, 为自己的人生道路, 增添更多的色彩和动力。 最后愿我们都能在生活中, 发现属于自己的贵人, 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那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智动达,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